台长讲故事 人生大道理 佛法无边境 不提在心间 就让我们来听听 台长讲故事 有一位满脸愁容的人 他七十多岁了 他还没有结过婚 到处去旅行 有一位法师就问他了 你在找什么 整天到全世界去 他说 我想找一位完美的女人 娶她为妻 僧人说了 这么多年你找到了吗 他说 我倒是碰到一位 绝对是完美的女人 僧人说 那你为什么不能娶她为妻啊 老人非常无奈的说 因为她也在寻找一位完美的男人 一个人在世界上 有悲欢离合 越有殷勤缘缺 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完美的 我们刻意的去追求完美 那本身就不是一种完美 承认自己的不完美 承认自己的不完美 容忍别人的不完美 这就是在你心中铸造了一朵完美的鲜花呀 每个人都有缺点 当你能接受自己缺点 并改正的时候 你会发现 缺点也是你的一种增上缘 因为你有缺点了 你才会想到 我要克服它 我要超越它 能够增加你上进的一种缘分 所以不要怕别人说我们的缺点 只要是真正的学佛人 要做出佛的样子来 要说佛言 行佛为 思佛想 做出榜样出来 让别人感受到你的慈悲和智慧 这就是人间的佛 我